哈马斯认怂求停战 川普阵营突传北京会面 赖清德出访中共风台搅局 董军被抓风台有变 俄罗斯对日本部署导弹发威胁 惧怕川普新贸易代表 北京突赠拜登临别大礼 释放三名美国人 上海美领事馆一幕 50名和尚面签遭拒 纽约数百名中国人致函川普 川普任命乌克兰特使 俄罗斯央行突暂停货币购买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11月27日星期三 明天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 希望之声TV全体工作人员 在这里衷心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 同时特别感谢所有为我们捐款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替先生的康海大额捐助 希望之声TV将不忘初心 第一时间为您传递真相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信任 节目开始前还是请大家先帮忙为我们的节目点个赞 那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今天27日正式停火 双方宣布停火60天 消息传出以后 哈马斯高层也表态 他们愿意在加沙寻求停火 而以色列的下一步就是重启加沙谈判救出人质 与此同时 川普阵营突传要与北京会面 点名中共就是伊朗后台 26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珍珠党退出以后哈马斯就只能孤军奋战 他说我们将加大施压 这将有助于我们救出人质 而接下来会转移聚焦伊朗和对付哈马斯 据传珍珠党已经告知哈马斯 与以色列战争是你们自己的事 珍珠党不再参与 而今天 以军成功的突袭了加沙加巴利亚的哈马斯总部 消灭了大约40名试图逃跑的哈马斯分子 还有300人投降并逮捕 拜登表示 未来几天 美国将会与土耳其 埃及 卡塔尔 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加沙停火释放人质 并在没有哈马斯掌权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今天一位哈马斯官员告诉法新社 我们已经告知埃及 卡塔尔与土耳其的调停者 哈马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停火与换求的审慎协议 在以利停火以后 习近平也呼吁立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结束加沙战争 而在网络上一条视频也爆火 央视记者徐德志发了视频辟谣说 根本没有中国人在加沙被扣押成人质 这番言论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网友反驳 已知的就有12名中国人被处决 难道被哈马斯处决的中国人质 就不算人质了吗 还有的说 以色列列出了遇害者的名单 官方为何不出面驳斥 12个中国人如果是以色列干的 中共官方为何不索赔 还是根本就知道是哈马斯干的 欺负老百姓看不到外面的真相吗 不过有人提到 刚刚美国议员提出了知情法 准备帮中国人民推倒中共的防火墙 今天就有消息说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批准了 星链直接连接到手机项目的商业许可证 在不久的将来 或许中国人可以通过星链直接上网 与此同时 川普阵营也放出了消息 将会跟北京接触 重新制裁伊朗 川普提名的新国家安全顾问沃尔斯 日前对CNBC表示 他将会与北京就伊朗石油进行会谈 他明确表示 阻止伊朗的石油收入 是解决中东与俄乌冲突问题的关键 而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要与中共进行谈判 他说目前的情况是 伊朗提供了导弹核无人机 进入到中东和俄乌战区 而钱则是来自于中共违反了制裁令 向伊朗购买了石油 只要伊朗手里有钱 那么中东就永远不会和平 而中共买了伊朗90%的非法石油 在川普第一任期时 这个数字下降到30万到40万桶左右 因此川普团队会与中共 就他们的购买问题进行一些对话 外界认为川普已经是直接点名了 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争背后的推手 就是中共 与其说是施压中共停止购买伊朗石油 不如说是面对面与中共过招 并发出警告 如果不停手 那就动手准备直攻北京老巢 而目前的中共软肋太多 国内经济局势紧迫 中共国防部长再次被拿下 如此乱局 川普如果实施关税战 那么习近平恐怕无法招架 那观众朋友 您觉得哈马斯认怂停火会释放人质吗 如果您觉得可能会放 那么就在留言区打个数字一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局势的判断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即将出访太平洋友邦 启动首次元首外交 独中可能会过境美国夏威夷或关岛 令中共紧张 北京可能会再度军演作为回应 不过美日飞已经做好应战准备 新西兰也摩拳擦掌 而今天普京对日本在台海部署导弹 首次放下狠话 这可能会促成川普拉韩国入局 据报道说 赖清德将会在10月30日到12月6日 率团前往太平洋三国 路透社报道说 据台湾和区域安全官员的评估 中共未来几天可能将以赖清德 陆境美国为借口 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 中共22日已经接连三天封锁了渤海 与黄海部分海域 封锁时间长达75个小时 期间禁止无关船只驶入相关的海域 并且还进行了实弹演习 中共说是对韩国与可能介入朝鲜半岛冲突的 美国进行威慑 目前美国的三架航母已经都在印太海域坐镇 而据美国战区的报道说 美日将会在12月份敲定首份台湾有势的保台计划 其中也包括在菲律宾的部署 美军陆战队以及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系统 将会被派往台湾附近的日本西南部岛屿 日本提供弹药和燃料供应 而另外一支美军的导弹部队将以菲律宾为基地 阻止中国关闭南海通道包围中共 而这两支部队已经在地区演训中 多次测试使用海马斯系统了 不仅是美日飞 今天27号 新西兰传出也在考虑加入美英澳的奥库斯联盟会议 中共对新西兰也发出了警告 而新西兰总理卢克森怒怼中共并且表示说 如果新西兰决定加入奥库斯 那么中共的任何潜在回应都不是新西兰的考虑因素 美国在印太的部署 中共已经分身无力 而今天27号 路透社的消息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 他们警告日方 如果在领土上出现美国中程导弹 就视同对俄国构成威胁 因为俄国领土很多在亚洲 因此他们将会采取充分的措施加强防御 不过中俄朝的这个威胁可能会促使 本来还没有确定加入美国阵营的韩国 迫切的加入美日非联盟 据韩国首尔智库韩国国立大学 未来战略研究所的建议 韩国应该主动加入美日阵营 同时也敦促川普 把韩国列为抗共盟友 面对这些不测的变化 川普很可能会邀韩国入局 另外金融时报在今天披露的惊人消息 中共国防部部长董军正在接受贪腐调查 这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北京的权力中枢看似是出了大事 而这也让习近平对台湾的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俊先生认为 董军被调查的消息 其实说明中共高层内部一定是出了大问题 中共高层的内斗很有可能已经是要走向白热化 走向公开化 因为董军已经是连续第三任被调查的国防部长 而且这三任国防部长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系统 他就显示说中共军队的高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争斗 而且董军的出事 他直接涉及到了苗华 苗华他是主管中共军队政工的 他是负责人事管理的 董军他不光是和苗华 他们俩都是出自于海军的出身 而且董军能够坐上国防部长这个位置 就是苗华鼎立的推荐 如果说他们两个都出事 很有可能习近平 他为了掌控军队而布局的福建邦 可能都受到了重创 习近平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福建邦如果说是出了事 那么毫无疑问 从苗华开始再到董军这 军队内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清洗流毒的高潮 整个习近平派系的这些高级中级军官 可能全部都要撤换掉 在二十代以后 中共高层连续出现了火箭军和海军 这两大系统都出现了窝岸 而我们都知道火箭军和海军 恰恰就是习近平所谓的要武统台湾 两大支柱军种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习近平他要想再对台海发动一场战争的可能性 已经是非常小了 中共内斗的原因导致了中共 入侵台海的支柱军队出现了自费武功的现象 在川普拜登交接之际 中共罕见同意换球将会释放三名美国人 专家认为北京是在对美国放软 不仅在拜登任期内最后送上大礼 同时也想讨好川普综绑关税 而川普公布了白宫贸易代表人选 是贸易鹰派莱特希泽的门徒格里尔 这恐怕会让中共的算计落空 今天11月27日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和中国已经就换球达成了协议 北京将会释放三名美国男性 一位是德州商人斯维登 他在2012年因为所谓的违禁品指控而被中共拘留 他已经被关押十多年了 第二位是60岁的美籍商人李凯 自从2016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和服刑 中共给他定了间谍罪 被判处十年徒刑 第三位是79岁的梁承运 他是来自香港 2023年因为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 梁承运曾经在美国纽约联合总部担任公务员 而他在美国担任多个亲北京华侨团体的侨领 中共官媒也曾赞扬他爱国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被关押 这三个人将会在27日搭击返美 而美方也可能会释放至少一名中国籍犯人 报道说 中共国安部间谍徐延军曾经被考虑在交换名单中 但不确定他是否已释放 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联邦监狱局系统名册之中了 有分析认为北京通常不会换球 因此这次很反常 一方面北京送给拜登一份离别大礼 同时也向川普示意 发出中方有可能会做出重大让步的信号 中共目前最为担心的还是川普的关税大棒 全球会计事务所的RSM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苏拉斯认为 川普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是一次开局 而川普的不确定性性格让中共不知道川普想要什么 接着会如何再开第二局第三局 26日川普宣布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政策的提名 川普选择了国际贸易律师杰米森·格瑞尔来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哈萨特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文斯·黑利担任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 彭博社报道说 格里尔获得任命凸显出关税将会在川普的经济议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川普发誓要利用贸易政策来为联邦政府增加收入 并迫使企业将制造业工作转移到美国 而新任命的格里尔是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办公室主任 是莱特希泽的门徒 同样是贸易鹰派 他在第一任期内密切参与川普1.0贸易谈判 在对中国施加关税 以及新的美加墨贸易协议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瑞尔5月份曾经就说过 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在某些情况下 追求与中共战略脱钩的行动会带来短期的痛苦 但毫无作为或者是低估中共构成风险的代价更大 他强调美国的重点应该是确保美国劳工 以及家庭的经济机会和流动性 抵御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并且防止中共的军事或者技术居领导地位 因此面对对中共硬到底的美国贸易鹰派 中共再想走以往的战狼路线 恐怕会被打得更惨 周一川普突然是对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和中共 征收惩罚性关税 而加莫两国一天内就调整了政策 可见川普的关税政策是立竿见影 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第三次派出大型包机 将没有合法理由留在美国的中国公民 遣送回中国 这次驱逐了106名中国人 美国媒体指出 纽约数百名中国人集体致函川普 希望允许他们继续留在美国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上海美国领事馆前 却出现了这样一幕 日前有推主在X平台上发了截图显示 11月25日在上海的美国领事馆一景 某寺庙主持带着50多位僧侣面试美签 惨遭拒签 有网友就说了 在中国庙都归党管了何况和尚 寺庙党委书记亲子带队 美国怎么敢放你过去呢 看来美国签证官也了解中国国情 都是假和尚真统战 还有的说 不是连和尚都逃美了吧 就是到了美国也得被遣返 日前美国第三次包机遣返了106个中国公民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发布消息说 这是美国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国际伙伴 继续合作的另一个例子 目的是通过执行移民法 来减少和阻止非正常移民 美国领事馆强调 扩大遣返航班的努力仍在继续 据纽约当地媒体 The City的报道说 纽约数百名中国人给川普写了一封公开信 恳请川普让他们留下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此前说 今年有七万八千名非法中国公民在越境的时候被抓获 三年前这个数字为两万三千人 外界有观点认为 川普已经誓言一上任就会开始执行大规模的遣返计划 而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失灵入伍的中国级青年 也许这些其中不乏有真正逃离中国的人 但料想美国移民局也会进行相关的问询来裁夺他们的去留 因为中共在美国间谍的行动 不得不让川普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量进行遣返行动 据路透社的报道 川普正在考虑由退役中将基斯·凯洛格出任乌克兰冲突问题特使 而今天俄罗斯央行暂停了所有货币的购买 俄罗斯经济崩溃会会促使谈判提前 80岁的凯洛格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 也是当时副总统彭斯的国家安全顾问 而凯洛格曾经向川普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 据路透社的报道 凯洛格所制定的计划包括将战线冻结在当前的位置 并迫使基辅和莫斯科双方回到谈判桌前 川普过渡团队发言人利维特表示 人事任命将会由川普做出决定后宣布 而俄罗斯经济好像是遇到了大的问题 今天27号 俄罗斯央行暂停了所有货币购买 俄罗斯经济现在正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 两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一是卢布的贬值 二是俄罗斯通货膨胀显著上升 自从8月份以来 卢布暴跌了24%到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 而俄罗斯卢布又开始新一轮的贬值 跌势甚至令分析师都感到措手不及 今天27号 欧盘交易时段 美元对俄罗斯卢布大涨超过4% 兑换突破110卢布大关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人民币兑换卢布也是大涨超过5%到15.35%的水平 这加剧了俄罗斯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确定性 而货币信心低 通货膨胀上升 战争支出增加和西方制裁 是俄罗斯经济崩溃的直觉原因 一些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作用 而乌克兰的经济主要是由西方强烈的支持 如果支持开始大幅减少的话 那么乌克兰可能会有跟俄罗斯一样的经济后果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 另外还请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